高速公路中央雅聯客運不明原因 突然往左側偏移 不慎擦撞前方大貨車 随後整輛車先是往左邊傾斜 緊急拉回之後 整輛車失控往右邊翻倒 車身打痕與路面摩擦 零件一路噴 滑行了幾十公尺才停下來 車禍畫面非常驚悚 客運擦撞大貨車後 整輛車失去平衡 左搖右晃失控蛇行 接著甩尾翻倒 車身緊貼路面滑行 客運打痕側翻擋住了三線車道 大批消防人員赶到現場 將傷患送上救護車 還出動將近十輛脫掉車 要將客運調走 事發在桃園大溪國道三號 南下五十七點六公里處 車輛翻覆後 司機和乘客趕緊從車頂的安全門逃出 並打電話報案 菜蘭駕駛一月搭駕車 於是因變換車道不大 差錯有派一些駕駛是B車 左後車身後失控翻車造勢 車庫發生當下 車上保含司機共有二十人 有十五名乘客受傷 分別送往國軍桃園總院 連心醫院和天成醫院 客運駕駛變換車道不剩 打橫翻覆占據三線道 大西段只剩一線道通行 一度造成國道三號南下嚴重回渡 客運駕駛雖然沒有酒駕 但不當變換車道 依照道交條例 最高將被處六千元罰還 所幸沒有乘客重傷或死亡 否則可能還得被吊扣 或是吊銷駕照 究竟車禍造成的原因 是駕駛變換車道不剩 還是一時晃生 是機械故障 還是人為疏失 警方正在調查釐清 藉劉志正王毅的桃園報導 一步重機在台三線奔駛 車子後頭掛著一台拖車 拖車上居然有個小男童 民眾目測男童大約五歲左右 拍下PO網 直呼感到不齒 違法家莊 就算騎六十又怎樣 還有人說 明明是單車用兒童拖車 怎麼會用到機車上 可憐的孩子 真正恐怖的是廢棄啊 違反交通法規部分 本分局依規定自單告發 騎士不但違反交通法規 警方說這也已經違反兒哨法 讓孩子在一個不安全 或危險的環境 情節嚴重的話 是有可能罰到六萬到六十萬 令人看了捏把冷汗的場景 也出現在南投 一名男童驚慌失措 往馬路衝 這時候剛好有大貨車通過 幸好沒出事 但下一秒 男童整個人往休旅車側邊板金狀 我兒子還跑過去車上 媽媽大人說你們在搞什麼 小孩子不顧好 目擊民眾嚇到心臟都快停了 男童父母疑似到南投草屯 將軍廟參拜 卻沒注意到孩子往路上衝 好在孩子沒有受傷 否則後悔也來不及了 記者苗栗南投綜合報導 晚間八點多 馬路上車來車往黑衣女子大搖大擺 仔細看右手還拿了一把菜刀 就這樣揮啊揮 直接切西瓜穿越十字路口 都人看得心驚驚 是有點恐怖 我覺得說她還是拿一個刀要做什麼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能會連絡 先通知警察 彰化園林中正路上 眾多商家吃的逛的都有 越晚越熱鬧 卻出現女子遲到亂晃 殺氣騰騰 而且附近民眾說 她每次喝醉酒 都要找特定男性朋友吵架 危險舉動已經不是第一次 晚上班列時常都有 奇奇怪怪的人都有 他去彈母雄 彈母雄 彈母雄幹嘛 他去找一個男生 他也沒有給他怎麼樣 他有拿半仇困 對啊 是真正那個男生 就怕有隨機商人意外 民眾把畫面破網 請大家多多注意 也在回家後報案 警方調查後 已經鎖定特定對象 傳喚女子到案說明 曾經瞭解 表示當日因為身分證不見 精神不佳 然後飲酒後 就吃菜刀外出 雖然沒有傳出人員受傷 但女子遲到逛大街 已經造成民眾恐慌 機車歧視全部閃圓圓 等她現身到派出所說明 警方就會依釋違法 移送法辦 記者 陳壽陽聖李雲杰 彰化報導 女子穿著清涼 在家中忙進忙出 拿膠帶風箱 但門口一個男子雙眼緊叮 機車男行蹟詭異 經營電商的老闆娘 看他沒有離開 再次跟他對話 男子言辭超路過 直說對方尚尾很豐滿 老闆娘也不是省油的燈 一把火上來 破火大罵 還不離開嗎 拿起鐵棍就要追上去 男子才騎車車落荒而逃 地點在台中北區 一處透天輪宅前 畫面中的女主角梅現身 破破出面說 媳婦保養得很好 卻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 大的已經上果中了 我媳婦很兇 她也不會怕那個小事 不會啦 現在女生都很厲害 也都很汗 你不能因為人家穿清涼 就一直盯著人家看吧 不過這條路上大部分都是住宅 年輕女生聽到這樣的事 還是會怕狹區警方 已經加強巡邏 有關這個當事人 被他人言語性騷擾的部分 他可以依照這個 性騷擾防治法來提出申訴 那這個罰則是罰一萬以上 十萬以下的罰款 夏天穿著清涼 小可愛短褲本來也沒什麼 但男子嘴巴不乾淨 就是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恐怕得吃上罰款 記者黃香鳳李雲杰 台中報導